撒姆尔记上第22章 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 他哥哥们和他父亲的全家听到了,都下到他那里去 凡是受窘迫的、负债的、心里不满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他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那时跟从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卫从那里到摩亚的米斯巴去 对摩亚王说 求你容许我父母来住在你们这里 直到我知道神要为我做什么 于是大卫把他们留在摩亚王那里 大卫住在山寨的日子有多久 他父母也与摩亚王同住多久 迦德先知对大卫说 你不要留在山寨,要到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往哈列的森林去了 扫罗听见发现了大卫和跟踪他的人的行踪 那时扫罗在基比亚坐在山上的一棵垂柳树下 手中拿着枪,众臣仆势力在他周围 扫罗就对势力在他周围的臣仆说 遍雅敏人啊,你们要听 耶稀的儿子能把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 他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做百夫长吗? 你们竟都同谋陷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稀的儿子立盟约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仆陷害我 就像今天一样 你们中间也没有人关心我,告诉我 那时以东人多义 与扫罗的臣仆势力在那里 他回答说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 给他粮食 又把非力士人哥利亚的刀给他 扫罗就派人去把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祭司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在挪伯的众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众人都来见王 扫罗说 亚西图的儿子啊 你要听 他回答 我主啊 我在这里 扫罗对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合谋陷害我 把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陷害我 就像今天一样呢 亚西米勒回答王说 在你所有的臣仆中 有谁像大卫那样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你的卫队的队长 并且在你朝中是受敬重的 我岂是今天才开始为他求问神的呢 绝对不是 请王不要归罪于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整件事 无论大小我都不知道 王说 亚西米勒啊 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对势力在他周围的卫兵说 你们转过去 把耶和华的祭司杀死 因为他们与大卫携手 又因为他们知道大卫逃跑 也不告诉我 但王的臣仆不愿下手害 耶和华的祭司 于是王对多义说 你转过去 把祭司击杀 以东人多义就转过去 把祭司击杀了 那一天他杀了85个穿乙伏德的人 又用刀 即杀了祭司城罗伯 无论男女 孩童或吃奶的婴儿 牛驴或羊 都用刀杀尽 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 有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他 逃过了大难 就逃去跟随大卫 亚比亚他把扫罗杀害 耶和华祭司的事 告诉了大卫 大卫就对亚比亚他说 那一天 我见以东人多义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定会告诉扫罗 你赴全家每个人的死 我都有责任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那寻锁你命的 正在寻锁我的命 你与我在一起 就可保安全